杨广在位仅仅十四年 却干了四件大事 然后是受益千年 与太子杨勇相比 杨广更懂得如何收买人心 离间太子与隋文帝的关系 这也为他登上皇位奠定了基础 虽然杨广师父是凶的行为 违背了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 但他成功做文帝位后 就开始积极治理国家 他制定科举选取人才的制度 加强国家的教育水平 打破了名门豪族垄断政治的局面 为贫寒子弟提供读书改变命运的机会 杨广还迎接了东都洛阳 加强了隋朝对江南地区的控制 推动了国家的统一 使得隋朝的政治 经济中心得以东移 加强中央政府对全国各地的控制和管理 隋阳帝在洛阳的辉煌建设刚刚起步 便马不停蹄地投身于 另一项震撼人心的工程 开凿大运河 运河的开通 给沿岸的城市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 原先默默无闻的小村落 如今摇身一变 成为经济蓬勃发展的新型城市